大家好,我是金融尖遠線 今天講建築研究 第十六點一 吳州好間舊子鏡的內龍結構 連連和中式簡介 這個期是分暖期管 今期先講IPC動 下一期是講C動 因為C動要分暖期管 然後再講D動 首先看I動 I動在主樓梯上 進入內龍 內龍是南北走向 就是這樣的 章在南部朝向北面看 章又反過來 站在北面朝向南面 我們要注意到 一艘設計船的理念 就是 內龍和樓梯間 有一個窗或門 分隔 區分兩者 內龍和樓梯間 區分開 我們可以看這張圖 內龍 內龍和樓梯間 有門窗 區分兩者 意思是 當門一關開 人們可以從樓梯 從樓梯上到樓梯 然後 進入內龍 所以 互相干擾 有功能的區分 國籍理念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我專門拿出來 內龍兩邊 在樓梯間 我們可以看到 港門的宗式 就是 楊國 楊國 有湖邊 這裡有收米 收米 這樣收米 那麼 宗式 就是 入內龍 肯定有 天花善腳 天花善腳 和地腳 有天有地 要注意到 就是 地板問題 二樓 哪有uela 三樓 尤其是 二樓 尋尾 尋尾 射 尺 编 就是 胡 地脚线需要应的卖墨 这种地脚线可能是水泥石灰华 所以卖墨 3楼地板是墨的 需要应的地脚线也是墨的 所以这些练练要注意 接着来的是B洞 B洞的楼梯间在这里 楼梯间一进来就进入内路 或者是门厅的这个位置 这一张是站在内路的南边 在南边向北边往 那边是南 那边是北 那边是反过来 站在北边向南边往 我们要注意 和A洞一样 它楼梯间和内路 一样是有分隔的 这边是分隔 就是这幅串 或者这个窗门 它就分隔两者 区分两者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那张图是平面 那边就是楼梯间 那边就是内路 那边我们可以暂时理解 门厅的口 内路口 都没所谓 那边也不是重要 重要的就是 那边 有门厅分隔两者 区分两者的功能 那边是重要的 那边就是重要的 那边就是内路的中北段 它两边都是室间 和A洞有点相似 那边就是南边 南边那边 南边那边 那边就是南边 南边那边 它就有两只房间 开成V字形 就是这样 开成V字形 实际上 我们通过那边 天花线 都看到 它实际上是直角的 即是 它两部长 它是随直的 互相随直的 那边呢 假如 和这个内路呢 互相迈呢 你就可以理解 它是 y型 就是这个V型 和内路就 就是y型 就是y型 那组星呢 和A洞 都是差不多 有一种拱 拱就拱 是差不多 那我们要注意 注意一点就是 就是 B洞的二楼 三楼 它的内路都是木地板 和A洞 二楼是拱转的 三楼呢 是木地板 那我们就少计一下 ib的内路的这个平面 就是 它是 是有一个完整的内路 这个完整内路 然后呢 楼梯间和内路呢 是有分隔的 那么呢 就两者 雷龙和楼梯间两者 互相互不干扰 这个 小计一下 接下来呢 就讲斯洞 斯洞 斯洞有少少麻 有少少复杂 我都尽量的 希望能够讲清楚 就是 首先我们要看一张图 先看一张图 先看一张图 那里就是内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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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甲的位置在那里 所以 这里是内浪的北边的朝向 那么呢 在那里呢 有一只 有一只港门 那么就在那里 那里 那里 因为内浪是南北朝向 所以那里是南 那里那里呢 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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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内浪的南边的朝向的方位 同样呢 是有一只门 就是这里为之 那么了解 了解了这些门之后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看 看到这个主要平面图 我就画出来了 就是呢 他私图 他和AV图有点点 怎么说呢 他那只高度位置 就是高度位置 就是高度位置 高度位置就是高度位置 他是内浪和楼梯间共用 在东边的高度位置的走道 相当于他两者功能而合一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他的道 又有一只门分隔 那北边有门分隔 南边的道 同样 南边也有门分隔 当年那两只门关一身 那只门关一身 关一身之后呢 那整个空间的道 他的楼梯间就是统一的 如果你把这个门一开开 那道就变成内浪和楼梯间的 二合为一的通道 整个内浪就连通了 所以他有这样的功能 他和AV图有点不同 整体来说就是 当你关闭门 关闭这个门 南北两个门关闭 那他就形成内浪和楼梯间的分隔 就互相打扰了 你人就可以从一楼上到二楼之后 因为那里是门来的 那里门那么你人就能进去 就形成这种功能的分隔 如果你门某关一打开的话呢 那他就两者共用的位置 那里既是楼梯间 又是内浪的通道 所以我就把IBC三者的 这个内浪和楼梯间的这个情况 就组织总结 那就非常明显的看到 IBC是有分隔两者的 C他也有分隔 只不过他的分隔成功 和IBC三者的 它是利用这一段 这一段最东面的这一段 做两者共用 做内浪和楼梯间 两者共用的这一段 那你开了一门 开了一门 内浪就打托 然后呢 解开了关门 这一段 就成为整个封闭的楼梯间的其中一段 那就今天就说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